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鸭神貌女人后几股 没来由冒出一阵寒气 她嘴唇吸动 声音细如闻乐 可她想传达的人 却听得清清楚楚 速战速决 配合兔子集火 给我把她打成筛子 李妍的拳头 撞进楼房底下铁皮和木板搭出来的小棚 扯出里头的铁皮和水泥板 埋在自己身上 距离里言不远的话术上和阶尾同时响起耀眼的火蛇 黄灯灯的子弹 叮当乱响 光头男人抓住机会 歪头瞄准 扣动扳机 一气呵成 子弹沉闷地射出枪膛 搭得火花乱窜 一地狼挤 埋在浓密树叶后面的墨镜男人 催出一口唾沫 冷笑道 臭傻逼 那些破烂玩意儿 挡不住子弹 死了 毛尖搭在千疮百孔的铁皮上 发出当的一声 黑色茅茅 挑穿铁皮 胳膊一甩 朝阶尾的阴暗处扔去 提衣男人 翻滚着冲出阴影 飞出去的铁皮不知道撞在什么东西上面 本就军裂不堪 这下 更是直接碎成满地的碎片 提衣男人 脖子纹着骷髅头 划出一道伤口 鲜血呈现穿字形流下来 不过 很快就愈合了 他捂着脖子 往铁皮飞来的方向看去 纯黑色的洞丸 勾连成一体 身体微微向下俯站 星刀前头露出两颗红底黑纹的诡异瞳孔 皮龙手下面端着一只黑色短毛 几颗子弹嵌进皮打里 但是 没有一会儿 就被挤在地上 六文金钱 奇鬼 奇鬼一只短毛 朝画术里头射去 墨镜男人的传承增加极高的动态势力 脖子一歪 就躲过了毛间 却没注意 黑洞区下面一道影子 刷得闪了出来 大月 走 鸭舌帽女人大喊一声 树上的墨镜男人不信邪地试图扣动扳机 只觉得脚下的树枝一沉 接着就是利刃入肉的深沉恐惧 几枚子弹戳进李延的胸口 而环龙剑刃 从手柄是米尼米青鸡枪 到墨镜男的食指 到中指之间屁股 一直砍到手肘部分 枪械七零八落地撞上树枝 然后落在地上 墨镜男人的两节骨肉从中间裂开 李延的身体往前撞 左手穿透墨镜插进男人的眼眶 深深贯穿男人的后脑 然后往里头狠狠一脚 温热滑腻的触感伴随着男人的低咽和颤抖 大概四五个呼吸的时间 最后不再动态 光头和骷髅纹身男的枪口 下意识冲着画术 但是什么都看不见 也不敢开枪 树下的骑轨的脖子僵直转动 足距前踏 黑色流水似的朝街尾的骷髅纹身男 冲了过去 很遗憾 你没有获得几传承 李延拔出左手 带出黏糊糊的血丝来 眼神穿透疏漏的夜间 盯住鸭蛇帽女人 鸭蛇帽子脸色铁青 把帽子扔在地上 心中步伐脑腑 点子硬 走 光头一愣 不可置信的怪叫出来 你开玩笑吧 大月怎么办 死了 等云虎完事再说 现在硬拼 我们得再折几个 女人冷冷地说道 光头男人的脸庞仗得通红 哪里肯罢休 树叶缩动 李延收回还龙 到应计空间里 脚面压紧树枝 穿过浓密夜团 俯冲向光头和女人 光头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抬手瞄准扣动扳机 李延空中无处借力 没有躲避的余地 手柄是密尼米清极枪 在美军军备里面评价不高 因为距离短 威力小 一直为人诟病 射程短 巷战里头不算太大的缺点 威力小 一枪下去 五百米内 就是最抗揍的毛泪传承行走 也像脆弱的西红柿 枪支这东西 对果实有要求 需求评价高 购买上限极低 但是便宜 威力大 传承这东西 在前期保命足够 杀伤力不足 想完成事件 枪支就显得弥足珍贵 一枚子弹的杀伤力 不是在开始只提供一些体能 和素质提升的传承 可以比拟的 李延的血战 已经是罕见的杀伤性技能 但同样需要之前造成大量伤害 而且使用枪支的时候无效 通过枪械火力压制 在十度以下的岩浮行走当中 几乎无往不力 打住就得死 灼红的子弹 搭地射出枪膛 钻进李延的眉心 死了 光头心中怒吼 李延的头往后一仰 不对 女人脚尖向后跳跃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一道白金色的练芒 从李延手中爆射而出 足足有三米之长 虎口吞刃 撞在光头的脸上 血肉脑浆 蹦裂飞剑 很遗憾 你没有获得细传承 高梁娜的救命毫毛 抵挡一次致命伤害 李延在空中的身体 不由自主往前冲去 杨碧右挑枪杆 吞刃自上而下 划过女人的胳膊和小腹 站出一道翻涌的血浪 右脚落地 噼里啪啦脆声 从李延骨架子里爆响出来 双手脱枪杆 枪头向上如猛虎扑剑 枪杆挑得女人双脚离地 胡挑 接着朝前发力戳刺 白金色枪头撞破女人的胸口 从后背透了出来 血猪沿着枪杆洒落 宛如大小红色猪帘 女人的手掌握住枪杆 李延的枪头 已经搅碎了她的心脏 可一时半会儿还死不掉 黑红色的鲜血 在她身下流成一大滩 她咬着牙齿 与李延对峙 神色颇为不甘心 印记空间 石都 真是怪物 李延心头一跳 难以形容的悸动 逼迫她双手放开枪杆 向后退 可于事无补 你受到传承 鹰武的诅咒 你的技能格中 所有技能在十五天内 无法使用 无法使用的技能包括 惊鸿一瞥 九凤神符 杀气冲击 倒霉 李延暗自骂了一句 你获得了传承 鹰武之会 乌鱼 街尾的黑色骑轨 和拿着匕首的 骷髅纹身男 缠斗不休 隐隐还占了上风 小五 快走 去找渔虎 骷髅纹身男一正 余光透过骑轨 仰起来的胳膊 李延抖落长枪 身后倒扶着两人 鸭舌帽女人的瞳孔 逐渐失去神采 血泼 近过她的鼻梁 纹身男拳头咯咯作响 腋下夹住骑轨的短毛 匕首发狠 插进骑轨的腥兜 一脚蹬开骑轨 转身就跑 在刚才短促的乱战当中 李延的惊鸿一瞥 一直开着 早在李延还没有传承 在身的时候 她就自信 能凭借惊鸿一瞥的肌肉观察 八步之内 直面热武器 可现在 李延处于血战冷却状态 并没有勾心状态在身 这也是为什么 她明明踩上树枝 站在墨镜男人面前 却来不及阻止墨镜男 开枪的原因 而随后的跳跃出枪反杀 更是没有勾心加持的李延 不得已的行险之举 只是拼了一个出气不意 但也损失了救命毫毛 这颗可以说至关重要的道具 李延脸色阴沉着脉步 一口气没提上来 肺油般的老血涌到嗓子眼 被她轻轻弯腰吐掉 李延胸口埋着三发子弹 其中一枚欠尽肺液 孤祸鸟传承 对李延的体质和恢复力提升不多 在字面上也没有显示 这点伤对毛泪传承不痛不痒 可对羽泪的李延来说 已经严重影响了战斗力 救命毫毛也用过 勾心经过强化以后 也要四个小时才能恢复 技能蓝技能全部被封 理智的讲 不宜再战 可惜李延不这么想 他不急不缓地往前走 撕开一张符纸 恢复伤势 上百只苏兜鸟四散开来 对纹生男紧追不舍 头一夜要剪软柿子年 这几个就不算硬 两枚黄金大判 甘露府的回复效果 大鸣黑色龙旗 龙虎气 老子还有的是底牌 说了宰了你们 一个也别想碰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甘 演播 三双净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